一则大消息刷屏了 我们的国产大飞机C919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了 这意味着全球有了一家 真正能与美国波音、欧洲空客竞争的大飞机制造商 虽然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与他们竞争还有距离 但在中国市场 我们已经可以与他们展开竞争了 因为我们自己有足够大的市场 根据最新的报道 C919的订单数量已经接近1200架 针对中国的C919大飞机 过去些年来很多别有用心的人疯狂抹黑 他们一会说中国的大飞机不是完全自主 因为很多配件是外国生产的 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我们国人的自豪感 当然我们知道波音和空客的零部件 也不是自己产的 全球化的时代都是国际配套 同样一群人在前一段时间C919停飞后又说 你看国产的大飞机不安全 现在都无限期停飞了 而且是交付后停飞了 然而就在5月28号 C919正式投入运营了 某些喜欢贬低中国制造的人 不是说C919不安全吗 投入运营的首次航班 领导先做 某些别有用心眼里的不安全 领导先做你说打脸不打脸 这就是中国的技术产业底气 说其底气我认为最近的三个重磅事件 对美国来说都是三次重磅打击 第一个重磅打击 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大国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数数据 今年一季度 我国汽车出口量为107万辆 同比增长58.1% 而日本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日本一季度汽车出口量为95.4万辆 同比增长5.6% 今年一季度 中国在汽车出口量上已经超越了日本 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中国汽车出口实现跨越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2002年 我国全年汽车出口仅有2万辆 到了2012年 我国汽车出口量也才首次超过百万辆 此后 中国的汽车出口量一直徘徊在100万辆左右 中国超越那些汽车墙则是最近两年的事 2021年 中国汽车出口首次突破200万辆 达到201.5万辆 超越韩国 位居日本和德国之后 2022年 中国汽车全年出口311万辆 超越德国 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而1月到4月的数据出来后 那更是令人震撼 根据环球网的报道 今年前4个月 我国汽车出口149.4万辆 同比增长76.5% 也就是说 4月一个月 中国又出口了42万多辆汽车 按这个速度 今年超过500万辆将没什么悬念 而日本却只有300多万辆 中国汽车出口可不只是发展中国家 仅就1至4月的数据来看 我国汽车出口至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 向一代一路沿线国家出口136.4亿美元 增长1.2倍 占比45.9% 向发达经济体出口124.1亿美元 增长1.2倍 占比41.8% 新能源汽车贡献重要的增量 1月至4月 新能源汽车占汽车整体出口金额比重 提升至42.9% 对汽车出口增长贡献率达51.6% 也就是说 中国汽车已经攻入了发达国家市场 而我们之所以在汽车行业实现弯道超车 根本原因是我们在新能源领域取得了突破 实现了全球领先 可能很多人会说 为啥说我们全球领先 因为我们掌握了产业 强如特斯拉 如果不是来中国建厂 也是很多年突破不了10万辆的产能大关 然而到了上海就是50万辆产能起步 为什么特斯拉到了中国就化腐朽为神奇了 因为美国没有足够强大的电池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全球汽车市场是一个4万亿美元的超级大市场 是问当中国入局成了全球第一之后 那岂不是一起绝尘 当然我们现在汽车国际市场主要还是中低端 但中低端市场被我们占领后 中高端还远吗 汽车市场是全球第一大产业市场 4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中国现在成了全球第一 那就意味着中国成了全球第一强的工业国 这是对美国来说 可谓是最大的打击 第二个重磅打击 中国的大飞机投入商用 大型客机是全球工业顶端的明珠 它虽然没有汽车产业的规模那么大 但却在全球产业的最顶端 全球一年大型客机市场的规模近万亿美元 但基本被美国博音和欧洲空客给瓜分了 中国市场规模也非常可观 根据权威估算 中国民航飞机市场2019年至2038年 这20年的市场需求超过8000架 市场总价值高达1.3万亿美元 中国C919客机投入商用 是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 一方面这意味着中国未来是可以抢到 每年万亿美元市场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人均产值是极高的 另一方面 美西方对中国又丧失了一个技术话语权 还想拿大飞机制裁中国 没门了 现在美国波音好几年都拿不到中国的订单了 急得团团转也没办法 除了上述两方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就是美西方也没办法拿这个再制裁他国了 如果美西方制裁而中国不制裁 就意味着美西方的制裁相当于自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西方制裁俄罗斯 结果中国产品迅速替代了他们经营几十年的市场 2023年一季度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暴增近50% 同时俄罗斯的通胀压力瞬间减轻 反过来美欧的通胀压力却还在 中国有了大飞机 全世界更加公平了 美西方又少了一个向他国附加政治条件的工具 与此同时是中国影响力的大幅扩大 所以中国商飞的C919投入商用 对美国是一个重大打击 第三重打击 中国成为全球最强的造船大国 说起中国的造船业 其实近几年来一直与韩国争夺全球第一 但是自从去年俄乌战争打起来之后 中国开始吃下韩国吃不下的液化天然气船开始 就意味着中国将会彻底超越韩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造船大国 据央视新闻联播日前的报道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不了解到 今年一季度 我国船舶工业运行奇稳回升 多项指标居世界第一 统计数据显示 1月至3月份 我国造船完工量917万载重吨 新街订单量1518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53% 截至3月底 手持订单量11452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15.6% 我国造船完工 量占世界总量的43.5% 新街订单量占62.9% 和手持订单量占50.8% 均为世界第一 造船业发达意味着什么 一是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非常强大 像8万吨以上的电磁弹射航母只有中美能造 中国在电磁弹射和综合电力系统方面明显强过美国 二是意味着中国掌握着全球贸易的主要市场 因为只有这么大的市场才有这么多的订单 三是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军舰的能力 近几年中国都是世界军舰下水量最多的国家 同样是造一艘航母 中国需要三四年时间 而美国则需要七八年时间 这就是差距 中国造船业全球第一 对美国是一个重大打击 这三大打击 都是供行业领域的强大打击 那么在路上的第四大打击就是芯片 根据最新的报道 中国28纳米的光刻机攻克了 现在正在攻克14纳米的工艺 根据最新的报道 哈工大已经攻克了高端光刻机核心EUV光源技术 试问 美国卡中国芯片制造的脖子还能卡多久 日前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访华 就已经表明荷兰看到中国的技术进步也急了 更让美国着急的是 美国遏制中国虽然暂时起效 但中国现在存储芯片产能已经上来了 现在直接将美国美光公司的提出了中国市场 如果说中国在芯片领域没有足够底气 怎么会直戳美国软肋 美国卡中国芯片的脖子卡不了多久了 一旦中国在芯片领域也实现大突破 那将会对美国的芯片产业造成严重打击 中国现在对美国态度很简单 你要干啥我都奉陪到底 中国不怕美国应来的底气从哪里来 就是上述的产业支撑 你美国就是打仗 中国也敢和你打 还能打败你 有了这样的实力 美国也就只能攒鸡毛凑胆子 先拉盟友垫背了 但是傻子如乌克兰那样的国家又有几个 当然还可能有几个 譬如日本 韩国 菲律宾等 但这些小小之辈 根本不足利 翻不起什么大浪 美国想打败中国 还是自己亲自上阵吧 这些小型楼 刚才可 几个大浪